来自屏东的原住民艺术家一旦巴瓦瓦龙 出身艺将家族 他独创文切刻画手法 也就是强调文录堆切雕刻画色的原生力创作 带领人们重新学习听闻大地的呼吸声 也为莫拉克风灾后找回重建的力量和梦想 带你一块来欣赏他独具魅力的创作作品 排完组文化伏马百合花 以及眼尖的异象如风流涌动 来表现人有万物天地的互相观照阅读 原住民艺术家一旦巴瓦瓦龙 以手工刻画重复堆叠出 同心圆圈或漩涡图像符马 而这也是他在莫拉克风灾之后 鼓励族人勇敢团结的创作 尝试把在风中的自然界 然后想要把那个看不见的风 透过一个文气刻画的雕刻的路线 让我们可以看到风的动线 所以上面的构图是这个花瓶 就是我取材自这个排完组的那个桃虎 然后花朵 是自然界的花朵 我用这个台湾衍生种的百合花 来象征 思想在走路的系列作品 则是一旦表达排湾人的思想观点 它可以细致的朵朵百合天堂花 象征大地孕育出不同的生命 来自屏东的原住民艺术家 一旦巴瓦瓦龙 是排湾族艺匠家族 而他以独创的文气刻画手法 走出了一条艺术心路 我观看的这个世界的某一种文理当构图 然后把它叠起起来 有一点像排湾族的石板屋 叠起起来形成的那种纹路 然后透过雕刻的这个技法 最后上颜色 就是这个文气刻画的作品 它的难度就在于 每一条每一条都不可以有出差错 所以都是很细心的来画出它的线条 一旦以创作来呈现原住民的古朴神秘色彩 更希望唤醒大众省思 以及友善对待生态大地 而透过他手中的艺术创作 也让人感受到 排湾族强容温暖的艺术力量 记者李江台中采访到